大家好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形故事记 这中国历史上的皇上啊 那说实话 为了巩固自己这个统治地位 那说实话那招都想绝了 咱比较常见的啊 就是打击政敌 从这个物理上 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或者呢 就是利用各种政策 去增加这个中央集权 比如说吧 这朱文章啊 曾经就把这个丞相给废了 雍正呢 创立军机处啊 诸如此类的 其实目的都一样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种手段啊 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 叫封善泰山 像这个秦始皇啊 汉武帝啊 唐高宗啊 唐玄宗啊 都干过这件事 诶那这封善泰山 怎么就成为巩固统治的方式呢 诶可还有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一定要在泰山这封善呢 就是咱就来聊聊这个事 咱先解释一下啊 什么叫封善 简单说啊 所谓封就是祭天 善就是祭地 在中国古代啊 封善是一个象征着统治者 受命于天的一种祭祀活动 这个封善说完了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泰山搞活动呢 按照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啊 有一个叫三皇五帝的这么一个概念 像秦始皇这个皇帝 就是从这三皇五帝各取一字来的 其中呢 这三皇之首叫福西 他叫天皇 哎 这天皇不是日本天皇 而是咱们这天皇 被尊为什么呀 叫天下公主 福西呢 曾经封泰山为叫泰华真人 哎 福西也在那办过道场 教化百姓 天下公主都尊重这个泰山 那后世统治者当然是以泰山为尊了 并且呢 把这封善泰山当作统治生涯的最高追求 于是啊 哎 我也是天下公主了 就比如说啊 这夏商周这三代 就七十多名王公到这泰山去搞封善 司马迁呢 在写史记的时候 还专门借管仲的嘴 说了一句这个事 在史记里呢 有专门有一篇啊 叫封善书 这里头就这么一个记载 有一天呢 这个管仲就跟这七皇公聊天 哎 是说了 这七皇公呢 想封善泰山啊 因为他那会儿已经是这个春秋五霸之首了嘛 对吧 这个管仲就劝他 你们俩别别别 别浪 咱稳住啊 还特别举例 说像什么姚舜宇汤文武这种人 才有资格封善泰山的 您这七皇公跟他能 你你你能比哪个呀 当然了 后来也没圈住 七皇公还是浪了一次 后来呢 这七皇公身死之后 家里几个儿子 为征继承权大打出手 他那尸体都没人收 要是他权下有之啊 估计也挺后悔的 早就如此 就当初就不去封善去了 这是玩笑啊 但是可见早在三代时期 这统治者对于封善泰山 那边很重视了 后来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那面对国内的局势很不稳定啊 对吧 也想搞一次封善泰山 至于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您最好问秦始皇去 这始绝界呢 也有争论 不过有两点原因 还是很明确的 一呢 是向天下表示 我秦宝人啊 皇上了啊 天下公主 您各位呢 就别惹事了啊 第二呢 就是拉拢齐帝的儒生 咱到这呢 还得解释一句 您别看秦始皇啊 后来又是焚书坑儒 又是搞成了法家思想 但是在他统治初期呢 还是想拉拢这帮儒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儒生啊 他们这儒家思想的信徒 非常多啊 在这帮儒生 当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非常大 秦始皇呢 都不得不拉拢他们 对吧 像是后来焚书坑儒的导火索 纯悦就是其中之一 都到朝里头当大夫妻了吗 想要拉拢这帮儒生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认同他们的价值观 您至少说表面上 你得认同 封善泰山这件事 属于典型的效仿先贤 也就是儒家思想中 这叫法先王 干这个呢 符合儒家思想 就能拉拢这帮人了 巩固自己统治 这是至少可能 秦始皇是当初是这么想的 甭管为什么吧 反正秦始皇决定 哎呀不行 我还得封善泰山去 但是封善泰山啊 这活动不是说爬个山 烧个箱 磕个头那么简单 它是一系列 非常复杂 完整的仪式 就拿秦始皇来说啊 他想搞封善就特别难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有人封善泰山啊 是在秦始皇出生前五百多年 早就没人知道这事怎么干了 所以呢 这秦始皇只能派人这四处问去吧 对吧 尤其是问问那帮老儒生 哎 问您个事啊 看看您家老人有没有知道这个的 这话说春秋时期啊 这个 反正这是一个玩笑啊 就那意思就是非常老 已经非常远了 看看这帮老儒生里头 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事 问了一圈 也没人能说的特别清楚 怎么来怎么去 怎么弄的 但是呢 秦始皇也知道了一些皮毛 比如说什么呢 首先啊 要求您这君主这德行要好 哎 这搞封闪之前呢 您还得沐浴摘戒 不能吃肉 老天爷呢 还得降下各种祥瑞 这全国上下 不能有一点灾祸 秦始皇一听都晕了 心说好 我烧火箱磕头 那么费劲啊 心里头嘀咕 但这面上不能差了 于是呢 这秦始皇捏着鼻子 把这套程序给走完了 终于 在这公元前219年 也就是统一六国之后 第三年 带着一众文武啊 浩浩荡荡 就来到这泰山脚下了 到了泰山 我要表彰这个 为了彰显自己尊重儒生啊 秦始皇呢 还特地从山东地区啊 请来了七十多位儒学大师 哎 这商议这大典应该怎么办 这些儒学大师 那见了秦始皇 一点都不激动啊 对吧 也没跪着磕头 也没过来 跟我签个名吧 秦老师 没有 态度特别冷淡 为什么呀 因为这帮儒生看不上呢 觉得这秦始皇是个侵略者 咱现在啊 是已经习惯大一统了 那会儿不是 您秦国是秦国 我这齐国 我这齐国子民 而且我这齐国还号称什么呀 所谓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您一个偏远国家的外乡人 我真不想拿正眼看你 那秦始皇没招啊 那为了拉拢这帮人呢 也得低三下气的说呗 这帮儒生的也不客气 提了好多具体要求 之前不是说这个君主德行得好吗 你秦始皇想封山啊 也行啊 对吧 你想封山是不是得上山啊 好 您老人家不能走上去吧 你得坐车吧 得 您呐 得把这车轱辘用这蒲草啊 布条啊 包起来 以免伤到这山上的一草一木 您到这山顶得磕头烧香吧 行 您得亲自扫出一块干净地儿啊 对吧 以示你对上天呀 对先贤的尊敬 您而且您这个风扇仪式不能大搞啊 大搞就花钱多 是不是 前世派来的吗 对吧 那不是老百姓心心心股股交的税吗 纳税人的钱您心里花的得到B数 诸如此类提了这个要求一颇了啊 其实是咱说实话啊 不少规矩都是这帮儒生编的 为什么呀 那早没人知道怎么办了 为的就是难为这亲生王 让他自担而退啊 谁知道 亲生王照单全收 得 听你们的啊 你们说什么咱就怎么办 面上答应了 心里肯定不痛快呀 本来他就是法家的支持者 瞧不上这帮儒生 现在好 自己是皇帝啊 屈尊前来 给你们点脸 你们怎么蹬鼻子上脸呀 但是没辙呀 要拉这帮人的支持 只能这么办吧 总而言之 费了这个九十牛二百虎之力 这亲生王啊 还是搞完了这个风扇泰山 这么个仪式 咱在这说一句啊 秦始皇这次风扇啊 其实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正式风扇泰山 哎 您别看之前搞的人那么多 刚才说了那三代七十多位 对吧 但是动静没这么大 讲究都没这么多 这是第一回 这事还没完 风扇仪式完了之后呢 秦始皇一行人 下山吧 回家吧 对吧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刚到山脚下 哎 下雨了 本来啊 这清空万里 谁也没准备这个清锁散盖 秦始皇今说 好家伙 您这要给我浇的跟落汤鸡似的 好 那这帮儒生指不定怎么笑啊 正好旁边有一棵参天大树 秦始皇赶紧 点点跑这树底下背雨去了 也感觉雨不大 身上呢 怎么没淋湿 当然这树后来也厉害了 封为武大夫 表彰他这护驾有功 秦始皇以为这事是过去了 没想到这帮儒生大哥乐呀 哎呦喂 听说了吧 这秦始皇刚下山 这老天爷是看不下去了 下雨焦他来着 可不是吗 张大要干这事 天怒人怨 你知道吧 我听说 这个出这种事 一般这秦国命运就不久了 我可听说了 这秦始皇上山之前 这心不成 是不是 这沐浴更衣的时候 还吃肉呢 这人性太刺 就诸如此类这种 讥讽啊 嘲笑啊 就传到这秦始皇耳朵里了 给他亲一的 啊 我秦始皇什么人 始皇帝 对不对 你们一帮儒生这么笑啊 等着他存在 所以呢 后来也有人说啊 这秦始皇后来这焚书坑儒啊 跟这次封扇泰山 有一定关系 虽然呢 这次秦始皇封扇泰山 在儒生心中不算成功 但是作为统治者啊 后世的统治者 看到了这封扇的另一面 后世那帮统治者 皇上心里也明白 秦始皇啊 他就算真的德行不好 老天不认可 那他也是千古一帝啊 对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啊 是不是 甭管咱怎么骂他 你我自己不还用着皇帝 这个头衔呢吗 对不对 所以后来的皇帝对封扇泰山这事 还是特别向往 只不过呢 有了秦始皇这个先例 后来的皇帝呢 也得想一个说法 回避一下 比如说啊 这汉武帝 后来也想搞这个封扇 哎 他知道这个秦始皇这个案例啊 不是特成功 不太能学习 于是呢 在封扇之前 大搞全国上下献祥瑞的活动啊 让这全国上下官员 只能上报祥瑞啊 编的也行啊 编的最好 至于老天爷市井 什么灾祸呀 一律假装没看见 而且封扇这事 绝不能由我皇帝自己提出来 得找那些手下的狗腿 这蹿的 这汉武帝当年 就发动当时的 那个所谓儒学大师 什么赵管啊 那个什么 什么王俭啊 就这帮人各种边祥瑞 比如说啊 什么这老太太妻子回生啊 什么这个漫山遍野跑麒麟吧 赛定队长改学归正吧 对吧 反正各种不靠谱 你说赛定队长改学归正 那母猪都上出了呀 对不对 但是不管 天天在这朝上汇报 说这 哎呦 您看赛定队长都改学归正了 这老天爷请您封山泰山的 这是 汉武帝一听什么 赛定队长都改学归正了 我操哪 我得去啊 是不是 这会谢谢上天去啊 半推半就 弄得自己跟小媳妇似的 最后呢 大搞这个台山封扇 后来呢 几位封扇泰山的 什么汉光武帝刘秀啊 什么唐高宗 唐玄宗 宋贞宗 都用这种办法 先编排降举 再找狗腿的 搞言论公式 最后在泰山上 哎 做个秀 表现自己 哎呦 我可是真命天子啊 是不是 这历代赛定队长 都能在我这改学归正 是吧 老天爷 这请我去泰山封扇啊 这种举动 其中里头做假的东西 那就太多了 发生了好多 所谓啼笑皆非的事 关于这个宋贞宗 这封扇泰山啊 之后咱们会安排一期 专门说这事太逗了 当然了 包括咱怎么说吧 这个封扇泰山这事呢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啊 真是在我看来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所有宗教仪式中地位最高的那个 其实咱都知道啊 泰山他就是做山 所以他归根结底属于大自然地质运动的产物 对吧 论高度 他没喜马拉雅山高啊 是不是 而且就算是 您说那五月 东西南北中五月 泰山只能排第三 您要说他多险 那他没华山险啊 是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啊 非要在泰山搞这种风扇还是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啊 这个中国传统社会 哎 法先王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古人干嘛 那我就得干嘛呀 是不是古代什么事都是对的呀 不懂得什么叫与时俱进 秦始皇 当年有风扇泰山那个劲头啊 琢磨琢磨 这个如果他有这个 他把这个劲头啊 用在这个琢磨琢磨 老百姓想要什么呀 别让老百姓都憋着呀 对吧 这个少出点言行俊法呀 弄点百家争鸣啊 广开严路啊 秦他朝啊 估计也不会二十亡了 好了 关于这风扇泰山啊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是先生会 你的任性故事记